作为陈冠希全面付出的第一步 11月16日陈冠希将和香港艺人MC人 厨房仔组成金三角展开巡回演唱会 10月17日陈冠希在上海为演唱会宣传造势 发布会现场陈冠希全程黑超遮面 现场的气氛十分严肃凝重 成绩许久陈冠希将于明年推出自己的全新专辑 而前段时间陈冠希被曝因经济问题而不得不去酒吧捞金 对此陈冠希表示自己真的很忙 其实我筹备那个专辑已经筹备了一年了 然后就找不到时间去studio 然后找不到时间去写词 所以现在也最近也比较忙在开店 然后最近从开始拍电影 所以我已经决定明年的2月到6月 我会去罗山记录我的新专辑 近日有微博网友爆料了各明星的片酬表 陈冠希名字后面赤裸裸地写着封杀两字 当记者问及此事时 陈冠希当场面无表情回应 最后提问记者更是被保安请出了现场 陈冠希你好 就是最近网络上有张网友有发布一张单子 上面都是明星天酬的一张表格 但是在你的名字旁边是不是数字 而是风沙扬的 所以你知道这样一个消息吗 然后你怎么看着 什么意思 忘不了 虽然对于片酬问题陈冠希装傻不做回应 但随后陈冠希还是透露了自己的电影新动向 间接否认了自己被封杀一说 帮大家告诉你吧 因为有很多他们说我不应该说出来 因为他们想保你吧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星期 你们会成当我在拍什么 干什么办